哎呀呀呀呀呀 空空 咱们西游记剧组啊 就是拍早了 要不然你们的大招那还了得呀 有特效还不如咱们没特效呢 那特效都做成动画片了 小哥啊你说这话呀 让其他剧组听见了 非得把你打成黑猩猩 实话是说嘛 现在一部电视剧动辄投资上意 那特效做的加一块不值五毛钱 我顶你空空 特效的出现极大的推进了影视作品 所呈现的视觉效果 相比国外特效的精良 国内的影视特效 被越来越不好糊弄的观众 长期吐槽着 下面豆豆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一言不合就特效的电视剧 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终极一般似 各种特效 打破我以往 以为特效广泛运用于 古装仙侠的认识 一帮学生各种大招特技 一辈老师出来管管 你咋不上天呢 诶 他真打裂了 有没有星际大爆炸的感觉 这大招地都打裂了 欧巴的右手好厉害 诶 诶 等等 刚才打裂的地面自动愈合了 诶 好吧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再看这个 汽车爆炸这一瞬间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这吊大天的特效 特效老师累坏了吧 唉 这个随心所欲的画面 堪称业界良心啊 最可惜的是这帮人 倒你妹啊 一个接着爆炸意识的 营造成原子弹的未来 这漂不到红色烟雾的人 杀成暴吗 那再看这个 好一片假山假水 假风光啊 诶 这哥们同样的毛病 怎么回事啊 他奶奶的 特效老师 看不及配角还是这么的 好好好 先原谅你们 来解释解释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好不好 好家伙 这两排解白的牙齿 比我的都大呀 你确定这不是鳄鱼吗 怎么我也看 哎呀 遇见飞行 手持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 带人闪电 看我屌吧 我不砍 云阵 哎呀 这玩意儿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毛丝在哪里见过啊 是哥萨派来的小滴吗 哎呀 不用小看这个不明生物啊 你别看白子花上窜下跳 一把利剑 耍的是热火操天的 被这玩意儿 扭成他布满老简的右手 一把抓在手里 这个特效画面 我给你老毛 哎呀 看到山顶那个 形似足球的东西了吗 这个是新版系游记石猴未出世的造型 看久了 我都有一种 一脚射门的冲动 大家看 一个蜂窝 从山上 滚下来了 它滚下来了 一个爆炸特效 出锅了 更雷人的来了 这他妈是猴吗 好奇老师 你是不是阿弗达看多了 而且它身为一只与众不同的猴子 就可以不斩毛吗 这特效做的 跟一块行走的雕塑似的 哎 猴没个猴呀 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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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是谁 空空 汪东城被妖怪抓走了吗 没打动的终极一般 我连特效都看着不顺眼 哎 空空啊 你们几个一天天的大特效 小特效 你们也给导演说一下嘛 给我时不时也加上个特效 年轻的时候 手上可以加上悠悠的蓝光 头上再弄个绿色的光圈 哎 戴戴 你又没有打戏 要啥特效啊 哎 怎么没有打戏 我念紧箍头把空空念的满地打滚 这不是打戏吗 嘿嘿 经费有限 加特效你得自费啊 这得多少钱 啊 五毛 来两块钱的 师傅不差钱 看完视频 别忘了微信微博搜索一封之音 随时更新随时提醒 订阅一下给个面子